蟑螂是一种会飞的昆虫 很多人害怕蟑螂就是在夏天的晚上 大蟑螂朝着你飞过来 很多人觉得会很害怕有压迫性 可是其实蟑螂在昆虫世界当中 是属于一群虽然会飞的昆虫 但它的飞行能力其实很糟 其实蟑螂的飞行能力不好的 它必须要在天花板跳下才能滑翔 才能飞行 或是从地板慢慢起飞的 它没有办法像蜻蜓一般 可以在空中停留 或是蜜蜂或是苍蝇 可以空中停留空中转弯 其实蟑螂的飞行能力很差的 它的振动翅膀的频率也很慢 那就是因为它的飞行能力没有很好 振动翅膀的频率没有很高 所以我们在高中教学 就可以拿蟑螂的飞行行为 来作为学生研究动物行为的一个题材 因为它摆动翅膀的频率比较慢 我们一般的摄影机就可以做分析了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实验室 在研究蟑螂飞行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观察蟑螂的飞行 那蟑螂在飞行的时候 它的翅膀又有哪些有趣的行为呢 不过我还强调一次 蟑螂的飞行能力 虽然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但蟑螂的飞行能力其实不好 尤其是母蟑螂 母蟑螂因为它要怀孕 它身体比较大 脂肪也比较多 它比较重 所以母蟑螂是飞不太动的 你看它在天空 在飞行的这些都是年轻的公蟑螂 那蟑螂呢 只要是体重重一点 像母蟑螂就飞不动 那你必须要够年轻 当你年纪比较大了 或是有些残缺有生病 你的飞行就飞不起来 因为飞行是一个 非常耗费体力的一个行为 对蟑螂来讲 飞行是很困难的 所以蟑螂其实并没有这么会飞行 所以蟑螂看到飞行的时候 哇 如果一只蟑螂飞行好久 半小时都在那边飞行 飞行在那边滑翔滑翔 在那边盘旋盘旋 你就要说 哇 这蟑螂好棒 它的飞行能力很好 代表它又健康 又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是公蟑螂而且够年轻 不然的话 年纪大一点的 或是体重重一点的母蟑螂 根本飞不动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是如何观察蟑螂的飞行的人呢 蟑螂是一群不太善悲的蟑虫 它的飞行能力其实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飞行能力没有很好 翅膀的振动频率也比较慢 我们就可以透过一般的摄影机做观察 好 那首先 如果你在家里面想要研究蟑螂的飞行 你可以先学我们这个方法 利用铁丝穿过它的前胸背板 然后勾过来就可以固定了 那这是这样的头部 这是前胸的背部 叫前胸背板 接下来就是中胸跟后胸 其中前翅连在中胸 后翅连在后胸 好 那这是前翅 这是后翅 好 所以我们就透过铁丝穿过前胸背板 勾起来 这是这样就没办法脱离了 那勾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以看这个影片来说 我把它腾空 六角腾空 然后给它一个气流刺激 它自然就会产生正式反射 好 那这是我以前学生拍的影片 那我们就刺激它反射 那因为学生手散风伸到泪了 我们就利用冷气出风口 当作那个风的来源 就引发它的飞行 好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说 像这样子的观察 可能会让脏囊受伤 所以我们后来 虽然用铁丝固定 然后把它架好 我们下面来放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呢 就是来观察 那个这样的一个飞行的状态 我们继续播放 好 那这样的飞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侧面观察 也可以从下面的那个镜子中 看到它的斧面观 就两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分析它翅膀正次过程中的路径了 好 那这个实验室在 在研究 我不同地方的触觉之际 会不会影响它的飞行的一个行为 好 那我们就跟刚刚那个 翻正反射的之前介绍的翻正反射的影片 类似就是呢 我们可以分析它前次跟后次次端 它的移动的那个坐标路径 然后我们就可以分析它的路径 就得到说 如果没有气流刺激的时候 它前次跟后次的那个翻 那个正次的路径会比较紊乱 但如果是前方气流刺激会比较一致 如果是侧面刺激或是后方刺激 它的那个翅膀的运动路径 都有它一致的规划 好 那我们可以分析 我们看这个这些图片 我们的实验结果 蟑螂它的那个飞行的时候 它的翅膀的移动路径 是类似像这样的圆形 或叫做长圆形像这样子 但如果你去观察 蜜蜂或是那个苍蝇的话 它们的翅膀的飞行路径 是八字形 会出现一个转弯 就八字形 好 如果昆虫的翅膀 在飞行时就出现八字形的话 它的飞行能力就非常好 它可以在空中停留 空中旋转 空中定位 但如果你看到昆虫的翅膀 它的运动路径是像蟑螂这样子 比较偏长坨圆形的话 就代表它的飞行能力比较差 它在飞行时没有办法空中停留 然后控制转弯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 好 这是我们对蟑螂飞行行为的一些研究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 我是把蟑螂黏在空中 然后我们在它的右前方用光线刺激它 你看这个影片有没有发现 这些蟑螂呢持续或是努力的向左边转弯过去 因为蟑螂是腹驱光线的昆虫 一旦我们给它呃光线刺激 蟑螂会想要避免这样子的呃光刺激 就会往黑暗处移动 那我的学生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装置来研究 蟑螂在空在天空飞行的时候 它如何透过左右两边的翅膀而产生一些呃运动的差异 来让蟑螂产生飞行中如何旋转如何转弯的 好 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就可以证明 蟑螂是有能力在受到刺激时控制它转弯的方向 虽然它转弯的控制方向不如蜜蜂蚂蚁或蜻蜓这些呃运动能力 飞行能力很厉害的昆虫 可是呢 它依然可以透过呃左右的前后翅膀的一些变化 来让它在飞行时可以旋转 好 这影片可以清楚看到 我右前方给它光纤刺激 这次蟑螂就会尽量飞行时向左边偏过去 它想向左边飞过去 但是因为被固定了 它没有办法真的飞走 好 所以其实蟑螂的飞行虽然不是很厉害 但是很适合在我们高中来给学生做观察 或者是做一些有趣的实验 做一些科学研究 好 以上是我们介绍 蟑螂是不善飞的昆虫 但它的飞行却可以让我们来观察 一窥蟑螂飞行的一些奥秘 谢谢观看